大家好 很多人在煮花甲的时候喜欢加水 一加水就大错特错了 加水煮出来的花甲不鲜嫩 吃起来口感也不好 特别的柴 今天教你一招 做出来的花甲非常的鲜嫩肉肉 特别的好吃有解馋 首先往花甲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再加一勺食用油 然后再用力这样晃一晃 把花甲晃晕 接着让花甲浸泡在清水里面吐出沙子 加食盐和食用油能让花甲更快的吐出沙子 吐出沙子之后再用流动的清水清洗干净 把花甲放入锅中 加入葱姜蒜和花椒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这个盐居王风味调味料 接着往里面再加入一罐啤酒 翻拌均匀 大火煮五分钟左右 煮熟即可 美味的盐居花甲就做好了 花甲肉鲜嫩爽滑 看着就非常有食欲 真的是太好吃解馋了